做个早餐吃,再和大家游列治文一个湿地公园,一边再分享移民生活和当年。 有人问,为什么你早餐这么重要的? 是啊,你看很多阿公阿妈,早上运动完毕,回家享受青粥小菜,打个精力汤,或者牛肉面,好的一天就从早餐开始吧! 话入正题,我第一次听二等公民这个字,就是一个歌手,他唱过一首歌,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不愿意去外国做二等公民。 其实听说这个歌手早已入籍了美国,在我认知中,如果你是移民,身份由合法居民再完成入籍条件之后, 你就可以申请入籍做公民。公民就是公民,没有法例定义公民有二等和九等。 我规化了入籍,我就很堂堂正正跟大家说,我就是加拿大人。 美国和加拿大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,第一国民只有那些原住民。 那些原住民其实是很友善的,他们从来不分化我们外来移民。 我住过佛仔,那里除了一百多年前,从欧洲好像坐太天力那样的船飘洋过海来北美托方的农庄主人,就是加拿大不同部落的原住民。 他们是色盲的,意思就是不会分皮肤的颜色。 无论你在小镇的咖啡馆和在地人去聊天,或者是农庄之间的守望相助。 这些人比我认识的自己民族的人更平和和谦厚。 加拿大的人权法已经写入了联邦国法的宪章里面。 如果在职场里面有人明目张胆地出现排斥你的肤性和种族,你可以告他。 无论是职场里面的主管或者是员工一定会受到处罚。 我不排除有些人有排外的心理,但基本上就不敢直接在职场面对面跟你说。 办公室的政治和玩小圈子的人全世界都有。 有些人的心理就不平衡,或者对现实生活不满。 又或者他昨晚就跟老婆吵架。 今天你刚刚被他碰到,他可能就是顺手执着你来,发泄他的情绪。 遇到这些情况之下,你可以据你力争,或者远转地问他, 你需不需要今天预约,看看心理医生啊? 你是不是压力很大啊? 是不是需要舒缓啊? 如果他有教养的人呢,他会面红的,和跟你道歉的。 至于在大街里面,对那些过路人啊,针对你的肤色啊,种族啊,去骂你的人呢? 相信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低下阶层,和一些游民来的,或者是有精神问题的人的。 大概在80年代呢,本地大部分禁闭式的精神病院,都关闭了的了。 大部分的精神病患呢,就不再接受,不人道的电击治疗和关闭的。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在家里养病啊,或者定时去精神科接受药物治疗啊,或者是那个病情的评估。 如果我们将这一类人的出言万骂,当作是他们歧视我啊,那和他们计较呢? 那岂不是,我都不正常了啊。 在数年前,曾经有一位华人,在那个贵亨那个灰狗巴士上面呢,就把一个很年轻的,年轻的白人,就杀了。 那难道,就可以说全部的华人,都是不是坏人啊,都是杀人犯啊,不可以这么说的,是不是? 不可以一触高去打沉一船人的。 我相信在现实里面呢,没有什么正常人的无聊,是不是? 那我们也不需要那么敏感去上光上线咯。 我自己就在加拿大读书,工作和创业,自觉良好。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是加拿大公民的身份。 我记忆之中呢,就有两次奇遇。 有一次呢,就很多年前的了。 那我就在西温的家附近的快餐店,吃饭。 那坐在我旁边,也是一个婆婆来的。 那她呢,就答散我,就问我是不是住在西温啊。 那跟着就说,哎呀,现在西温呢,很多闲杂人,很多闲杂人来住啊。 搞到那些治安好不好啊。 那刚刚呢,她的儿子呢,就饱餐,就回来,就听到。 就马上那样截着她妈妈的说话。 就说,妈妈,其实西温呢,任何人都可以住的。 然后就跟我说,她妈妈年老了,真是冒犯了,不好意思啊。 那我就笑着说,没关系啦。 另外一次呢,我就如常去一间安老院做义工。 就主要都是帮那些老人家去剪头发的。 那有一次呢,就遇到一个婆婆呢。 那她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去上下打量我。 那又问我,你姓什么明什么啊。 那然后呢,就问我,你是不是坐船来的。 那坐船? 我当时也有点懵懵的,不是很理解的。 后来我明白了。 那我就跟她说,婆婆,我是坐飞机来的。 可能她认为我的膚色呢,就是多数都是坐难民船来的。 我听到这些说话呢,我从来都不会把她放在一个心里面的。 我都不会把这些个别的案子和歧视拉上关系。 我只会当她是一个幽默来的。 其实,无论我们来自何方,能在这个移民的大庸牢的国家生活。 我们都不分彼此,勤劳工作,养家活儿。 有空了,就贡献自己的一点勉力给社会,尽公民义务。 说二等公民的人呢,其实很多根本她都不曾长期在国外生活过。 他们只是到此一游,变回去,偏什么,哎呀,多少等公民。 其实,最没资格说公民的就是他们。 我家三代人都在美国加拿大生活。 或者我时运高。 我真的没有碰过在政府的部门,或者在我就业的职场里面, 去遇到一些明显的种族歧视都没有。 至于在街上的游民,那些胡言乱语呢? 那傻佬的说话呢,又怎样可以当真呢? 只要你怀抱理想,享受生活与环境的美好, 才是我们生存的意义。 对吧? 好了,我们又去游一下公园吧,好吗? 今天一早就来到Richmond这个Iona公园。 你看看大片的湿地。 前面就是机场。 这个公园是很原生态的。 以前就是,应该现在都是一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位置。 但是,环保做得非常之好的。 这里也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雀鳥在这里。 现在呢,就拍一拍这一片的湿地。 看这个堤坝里面的这一片湿地。 这个公园呢,有一条长堤,一直好像延伸去大海那样。 这条长堤,都需要一些时间。 风很大。 但是呢,你看到很多雀鳥在这里。 有些鹤,有些不知名的鹰,都在这里。 其实,看一看这些风景都很开心。